在澳洲怀疑性侵女子而被捕的高云翔今天终于开庭了,他还胆生毛,向镜头大宋飞吻,网民,Sox做。 听《蜜月转》成功爆红的35岁中国男性高云翔,早前在澳洲悉尼怀疑性侵一名女子被捕,全民哗然。 案件今日早上开庭。 高云翔父母及他的太太董璇有道庭庞庭,因案件在过堂阶段,陆高云翔未有现身法庭,直以视相刑事露面。 高云翔身穿绿色球衣,收持一本英文书及一个红色杯子,面对警队坐下后,高云翔先对警队挥手,然后又对着镜头向太太董璇送飞吻,神态自若。 对于法官宣布案件压后至10日再审,高云翔方面及时询问为何要延期那么长时间,法官解释因控方刚收到高云翔的一份新文件,故要时间处理。 所以压后再审,据当地律师推测,高云翔方提出的新文件极有可能是保释文件,只要成功保释,高云翔便有回到大陆的可能。 而原杠方面意味着有出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